中文字幕志愿者 裁判一声令下 马仔飞快冲出 然而在进行三级跳时 一个亮枪 让薛少波的脚步沉了下来 因为他上年纪了 可能跃脏的时候 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快 然后可能说有一些障碍 有一些小失误 没能这么稳 虽然身体不再清零 但是丰富的经验 还是支撑着马仔 通过了前半程的障碍 接下来 马仔还要面对火圈 带来的挑战 徐少波的心紧张到了极点 因为犬它天生 就畏惧这么一些 这些火焰啊这些 那个犬它能直直地 真的冲过去 说明它已经克服了 心里面的那个畏惧 就代表着 无论我们训练员 在不在身边 它碰到了这个火情 它能够不受影响 或者说是直面这个困难 波哥 你放心吧 我可是场上最有经验的选手 你可不要小瞧我 这一瞬间 徐少波仿佛看到了 年轻时富有朝气的马仔 那么究竟是老将马仔 成功捍卫自己的荣誉 还是新兵洛克 创造历史呢 年轻的洛克 在前部分的障碍赛中 展现出了不凡的实力 速度明显比马仔更具优势 但陆正宏以为 冠军势在必得的时候 一个突发状况 让他措手不足 这么多球 还有这么多人陪我玩 我最喜欢 洛克被气球鲜艳的颜色 拉拉对热情的欢呼声 与动作所吸引 偏离了赛道 此时的陆正宏已经顾不上耍帅 而是赶紧叫回洛克 继续完成比赛 虽然陆正宏及时拉回了洛克 但是因为贪玩 洛克还是与冠军失之交臂 经过激烈的学术 最终诞成了我们的冠军 马仔 好 现在我们为马仔颁奖 感谢大家 最终 马仔成功抵制住了拉拉队 和道具的多重诱惑 克服了障碍的阻拦 战胜了对火圈的恐惧 拿下冠军 波哥 我没给你丢脸吧 虽然我年龄大了 但是只要你需要我 我依然会是你最默契的搭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